響應世界視覺日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攜手眼科保健業者 在今年舉辦草地野放日 邀請民眾10月1號下午 到新北大都會公園演餐 現場安排精彩表演 設置眼睛味教攤位 也帶領民眾認識導盲犬 寓教於樂 我們都知道其實這十幾年來 尤其是整個IT產業 其實國人對於 自我健康意識越來越提升 可是呢 我們也發現 有關視力健康會 似乎在國人的健康意識議題裡 好像還不是重點 但是它卻是最流行的疾病 我在想它是最流行 其實這句話應該是有 Evidence也沒有問題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越小近視 其實長大後 變高度近視的可能性越高 所以這個議題呢 其實是我們責無旁貸 一定要重視 那健康署這邊呢 大概政策上呢 就是除了從實證基礎的 衛教宣導之外 那我們也跟跨部會 會做一些學童的視力監測 那比如說我們在學齡前的 兒童的視力防治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在兒童預防保健 七次當中有提供四次的 一對一的衛教服務 那希望兒見醫師能夠主動發現 孩子們呢 如果是比如說許多的 眼睛的健康的問題啊 瞳孔啊 或是眼味的部分 可以主動轉介 那可能很多的 怎麼講 inventive 我們還是要努力啦 不過基本上我們是把這個議題 當成一個 至少七次裡面的兒童預防保健 有四次的一個主動的衛教 那第二個呢 我們在四歲到五歲呢 就是學齡前的孩童呢 其實我們都有做一個視力監測 那在各個衛生局 那可能有一些 其實執行率都蠻高的 只是說很可能後續的轉介部分 可以怎麼做 那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那也很希望眼科醫學會這邊 可以多給我們一些寶貴的意見 那當然在宣導上呢 除了有evidence之外 我們盡量的 比如說從海報啦 從mv的律動 或者是相關的手冊 等等 我們是一直有在努力的方向 那其實我今天了解一下 其實今天這個活動 監科醫學會已經18年來 都有在參加那個 所謂的世界視覺日的一個活動響應 那尤其非常棒 除了今天的記者會啟動儀式之外 10月1號呢 其實在新北大都會公園 有一個草地野放日 那我相信在疫情期間大家用眼過高 所以趁現在疫情有點緩和的時候呢 就休究大家都出去走一走 一方面呢放鬆心情 一方面是滋養我們的靈魂之瘡 所以呢在這邊還是再次感謝 眼科醫學會跟大家的努力 儀器及手術用品事業處的宿長 今天已代表艾爾康公司 來參加這樣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那艾爾康公司呢 成立以來一直以來 致力於就是這個眼科 還有勢力保健全球領導品牌 所以我們對這樣的活動 本來就是共享正義 那一直以來我們也跟這個眼科醫學會 還有眼科的醫生這邊先進一起合作這個活動 所以呢在今天這個活動裡面呢 特別因為疫情嘛 前兩年疫情比較緊張 那今年看起來疫情比較區緩 所以在這個禮拜六 在新北大都會公園 我們重新又有這個活動 所以呢也接近邀請各位 然後大家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 野餐活動期盼透過國人走出戶外 暫時遠離3C產品 讓眼睛適度放鬆休息 同時也宣導國健署推廣的 3010 120口訣與護眼六招 那我們所收集的訊息裡面 絕大部分也許80%以上 都是經由視覺來吸收外界的資訊 跟大家溝通 所以如何提供給每一個人 他有一個非常好的視力保健 跟健康的維護 是我們眼科醫師非常非常重要的責任 那我們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呢 跟我們其他的 我們眼科醫師所組成的 其他的學術委員會 學術的醫學會 大家一起都提供訓練我們的住院醫師 我們繼續教育我們的眼科醫師 希望我們提供最好的眼科醫師 能夠擔負起我們整個國家的 眼科方面的健康的維護 那誠如剛剛副署長講的 當然學歷前的兒童的這個 視力的保健 近視的防治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牽涉到以後 就是未來他成年以後 很多眼科疾病的產生 但實際上在各年齡層的眼科疾病 其實都有一些耗發的疾病 那我們希望我們經由這一次的 這個視覺日的這個活動 那我們也再一次的提醒 在各年齡層的這個國人呢 都有他們耗發的一些疾病 那我想如果說 可以每年做一些的眼科的檢查 那讓我們眼科醫師提供最好的 醫療的服務 我想這可以讓我們國人的眼睛健康 得到保障 那我們每年都會針對不同的主題 然後來響應國際 然後來辦一些活動 那當然前幾年的話 因為前年的話 因為疫情非常厲害的關係 有暫停了一年 那去年疫情也是還蠻厲害的 所以我們是使用了一些線商的方式 去辦理的這些活動 其實大家在網路上 YouTube影片 其實都還可以搜尋得到 那今年看起來疫情比較好的 所以就是我們就舉辦了這個 世界視覺日的這個響應的活動 那主要的話 我們今年希望響應的就是國劍署 給我們的一些護研的這些六招 第一個就是大家如果不管哪個年齡層 如果可以的話 每年一定要定期檢查一到兩次的視頻 第二個的話 飲食 然後有天天有五書過 第三個的話就是希望大家在 不管小朋友啊 或者成人在讀書的時候 這光線都要重組 坐姿都要非常的正確 第四個的話 當然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用眼了30分鐘 至少就休息個10分鐘這樣子 那看書啊 或者像打電腦啊 這種知識的話 盡量維持正確的知識 然後可以保持30到40公分 第五點的話其實還蠻重要的 其實我們眼科醫師希望 各位如果家裡面有小朋友 在兩歲以前 盡量不要接受到3C的這些產品 不管是手機或者平板 即使他兩歲以上 希望他一天用的時間 也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第六個當然就很重要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到戶外去做活動的話 那其實看近的時間也會相對的 比較縮短一點 所以這幾個綜合起來 其實我們有一個口號 就是30時120 就是你用了30分鐘 休息10分鐘 每天可以戶外去活動 大概120分鐘 那希望就是藉由這個機會 那響應國建署 可以把這個知識傳遞給所有的人 讓大家可以盡量的去遵循 那當然因為疫情的關係 已經慢慢的比較好了 所以今年的話 我們響應這個活動 其實我們就是 預畫就是在10月1號的時候 會在新北的大都會公園 會舉辦這個草地野放日 就是希望大家把手上這些山西 這些東西都丟到旁邊 就很輕鬆的到這個草地 去做這個戶外 做這個交友的活動 或者做野餐的活動 雖然眼科醫療逐漸進步 但世界上仍有超過10億人 沒辦法獲得眼科醫療資源 深受眼疾所顧 許多國際支援機構 透過世界視覺日 規劃眼科教育活動 強調預防眼睛健康的重要性 讓每個人都能獲得正確的護眼知識 記者翁軍 台北報導